能排,放技能加伤害的排 我们这里进草看看永恩在不在,他不在,不在我们在后面点个眼 其实在这里点会比较好 主播这里失误,打永恩以及血Q,我们这里带的是一个焦灼加绝对专注加一个破罗 血色之味可以帮我们换血换的很舒服,这里你就看这个永恩了 你们想要建魔命中率高,主播教你们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要去找他打 让他过来补刀 他过来补刀,然后你怎么办呢 就是你看这些残血兵啊,这永恩他要补残血兵你就过去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放技能 你看你只要靠近这个残血兵,你看你往这里Q是不是,那个命中率是不是就很高对吧 所以说玩建魔你要是 你要是说那个命中率不高的话,建议大家用这个方法 这多多玩一玩就会发生自己的Q技能提升比较高,这到现在来有点搞神态我说实话 给他吧 不能这样抓人 这要分段高一点,要出事的这兵线 一般这种打野他这样抓人其实是不好 你这样上看是好像得了一些东西,其实你也失去了一点 比如说造星在这里你跟他打对吧,他可能会撑到你兵线的经验,然后要么就是说 有些兵被吃掉 这个是在你没杀死他之前就发生了 然后呢你可能帮造星拿了,他拿的头,你要拿猪龙的话 你吃的其实会很少,而且这个兵线是会回推 这时候到下一轮 你要考虑的是下一轮,就不要太考虑说 抓死什么永恩这一波,谁就要看这一波,我们Q他,命中率就会很高 预判他走位再Q,没Q到没事 再Q 也没关系 直接打就行 再给他一下,这也不要怕 他只有9刀 他只有9刀 所以说打永恩就是要看,也不是说打永恩嘛,你看他想,他想,他想,诶这个兵 你就Q一下,这里没Q到 这个是概率的东西,然后再Q一下,他应该会开分身上来打我 这里没关系 这永恩这里,一根W都交了 我们是有机会 看能不能越掉他 这些温饱的飞机呀,挂个W 拉不回来,Q再A,触发个香味,直接跑了 Q3再A 闪现A刀 很简单 主播为什么带香味就是这样,你触发了三段平A之后他就会直接加速了 给你个爆发移速,小急跑之类的效果,有点像那种大灭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 剑魔开大灭除了攻击力 最重要的一点是那个移动速度 感谢温哥华不知名上单的飞机呀 谢谢温饱的飞机呀,哎呀长生不老永远不死 抓死他也去也就没人 二级硬抓抓完回家一看自己也去啥也不剩,这个不好说 因为要看对面打也怎么样 然后打勇为我们第一件买标准,然后我推荐大火 能第一件买十字稿就买十字稿,就是你如果是做新虫 或者十字稿相关的装备,你第一件能十字稿就十字稿 这个十字稿太难憋了 他最好憋就是在建模 第一波兑现的时候 如果你第二波兑现出来那个时候有余钱那还好 主要是第二波出来之后这十字稿就不好合了,你看他想补刀对吧 他这样补刀我们就直接干他,挂上一个大火兽他就开分身 这里别急 死了一点 我们的平A只要锁定他就行 这里不会让大家发现主播的秘密了 主播的鼠标一直跟着永恩飞 还行吧,点的比较快 他还交了个死亡伞 永恩到现在都没用过伞来用 三段Q 把兵清 我们直接开 看天生Q不Q 他不Q我们就回头又找了 再Q3 触发相位就直接跑就行 假装挂机 挂W再A 再A,这就双杀了 看来他们并没有想清楚 主要是主播为什么敢反杀呢,其实不是主播厉害,就是你们 打对手不要觉得说什么操作能杀对面,你要看对面给你的感觉 这么一看这永恩的熟练度就特别低了,没什么连招的情况下 你要是比较自信的话就直接操作就行 就是你大概率的话 把至少杀一个 像这种是不推荐来帮你,上单一旦爆炸的话 不推荐这样子来帮你 直接走就行 我们Q1往后本来是想骗一下他的意义 他好像没骗到 他好像太吵了,有热的话开会调 我给他玩面罗,你点吧 你吃吗 你点了什么,你是点的撈质那些是吗 不是 烧烤 我想点几个神好就可以 你是什么 这我选自己好 我随便帮你点,点点虾,我刺三点,几次那也不行,点多一点虾就好,参加你自己看 多一点虾,他是不是能加了几个,辣不辣,没辣 不辣 聊天 这我女朋友,甜甜甜 我吵炫我嘴里 点生桃和韭菜 生好韭菜,吃了无法上火 刚才剑圣居然落在身后炸狐,现在很多剑圣放完Q都是落在身后的 这把不好说,我们下斗都补到被咬,这里Q,挂WQ2A 走一下位再回,哎哟好险好险 不要学主播这样,这样很寂静 帅是帅,但是不推荐学,除非说你的剑魔熟练度很高 我这个码头想开空桥,那怎么不开呢对吧 我觉得空桥坏了吧 这两条位置还挺高的 就学就学 而且很闷主要是 我怕开了冷血,怕了开冷血,开空桥睡好像有点干了 要来干嘛 这就没办法了,他闪现补了一刀平A 这就没办法了,900,哇靠,这剑圣有一点 有点吃汗的这家伙,哎哟就抓着我搞的 那个是暖气 为什么笑起来真是暖气 不好意思,你叫我开我这没事 哦,我电话是电子,没事 啊 哇 睡省时间 下午 不是,我就晚了,只睡省 他好像前面到一点半 哎呀 我要跳一下,现在这边还开着呢 好烦啊 空调开到2-3,4-6-5,你怎么知道我开到2-3 你是不是在我房间装金空 兄弟们 出完星虫之后下一阵做什么呢 主播个人推荐提阿玛特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了提阿玛特之后这个星虫就更好触发 怎么触发呢,主播示范一下,大家看得清楚了 很简单的 他只需要Q,他只需要Q 过来让我打,他只需要Q加提阿玛特就直接触发了 他是有大 就是你出了星虫加提阿玛特就很好触发了 因为你的伤害会很多段 就不会说出现那么尴尬,有的时候建模呢 你要是没有Q,但是你星虫好了 你Q加平A其实出来会慢一点 因为你要选定那个目标平A,他没有像提阿玛特那么好用 找一下健身威治可能在这里 就很容易触发 因为星虫他的机制就是 两段独立伤害 他就可以用这个 看一看,Q一段被打断了 还有Q2 在提阿玛特直接触发 对吧 你这样相当于 Q加提阿玛特是直接触发了三段伤害 对吧 把星虫当成一个技能版的刺死剑起来用 对吧 因为他也是百分比 而且他有个护盾 这个护盾很强 攻击力也挺高 星虫他一件装备有70点攻击力 挺夸张的 在这里Q 挺好的 你看 对吧 很舒服 不相当于 直接三段伤害的 又好了对吧 我们Q加W的QE 他有点究竟 对面女枪中单居然拿了六个头 难以置信 我们又死 我们走到这里 隐藏R教授 我们接下来可以再杀一次永恩 我们这里有一个监控 看到什么都出来 不着急 他大招开出来了 有点可惜 我还打出来他大招 他就不好跟剑中配合 主播是感觉这个剑胜应该已经要来上了 不然这永恩他也不可能 感子那么大 就跑到前面来看我一下 有可能就剑胜在这个槽里 这永恩是在这个槽里我感觉 QEW 触发了 哇靠直接闪现 但凡我要是快点出了我的Q 这一波赢的就是我 这没办法 送了个550 这样月塔还是有点太接近 我们杀了个不是很之前的勇人 这还行 对面这把没什么像样的权 他们就一个乌鸦 这乌鸦的冰杖会有点危险 没事 看久了我也会利用星石塔下无伤放血 这个真的很恐怖 很赖皮 这一波我们可以去下 我们直接踢下来就行 等个93 可以 我们直接买个不小心 OK直接下来 先弄死维罗斯 QE 挖个打鱼 OK 再涨两个兵 直接走 QE加就说是 当然可能看到这里还有的观众会觉得一头雾水 就觉得说你这个九头蛇 那是什么时候暗会比较好呢 我推荐就是你QE之后 连九头蛇 就是你的 QE之后再放九头蛇 他会湿滑一点 就是你不要九头蛇再Q 因为你Q完之后他会有一个 类似像死法一样的这种感觉 值得带走 我们把这个打 算了先去补到一下 长两个兵星级去 没不走空 我封好强机制女王每每确定 我们去把那个 先锋打一下 咦 这刚刚是谁打的 应该是乌鸦放进去看了一下 这乌鸦喜欢多管的东西 现在已经是回血了 怀念以前拔到这 现在也可以 现在也可以拔到这 剑魔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上单 他几乎每个赛季他的版本都比较契合 有的人可能说剑魔有点数值 剑魔其实还好 你要说他数值吧 他也不算 只是他那个机制就是这样 他Q到人肯定伤害会很高 所以说没办法 我们看一下这里 可以来回撞 造星好像想跟我来个配合 这个一撞好像就掉了 来我们直接放这个撞就好了 但是这样的话造星在我们就 成功得到这个造星 因为这个造星好像不太懂 OK我们直接撞他们下落的塔 绕过来撞 这样来回撞 可以撞两个二塔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二塔是最值钱的 我们先不要撞高地 因为高地的话 又硬又又又又又又又不太贵 所以我们撞二塔是最赚的 撞二塔就顺便下来把乌鸦给宰了 剑魔有必要出坟天吗 你觉得可以出就可以出 剑魔是可以出坟天的 抓个W 这还跑 我一走造星就造秧了 那没办法 很多时候不用派出管队 派出管队 有的时候自己有些事做不成 我们直接回去吧 然后买竞技时机 再买两把长剑 像这一把我看一下 这把我们还是做一个重伤穿甲 就是繁星的提醒 因为繁星提醒这版本加强很多 不知道是哪个版本加强 他加强到35%的穿透 很夸张啊 那个穿透 走一下位 这个已经死了 一W Q一下 这还闪 我们做繁星提醒 像这把你看对面的 你没有必要太脆做冰刀 他们要么太脆 要么很能回血 对吧 要么就需要你伤害高一点 其实不用做那个冰刀 我们直接做反应提醒就好 这里刷了个火龙 我们是有TP的 有TP像这种就不要着急下去了 很多时候有些兄弟们问我 这分段低怎么上分 你要玩剑魔的话可以 其他英雄我不太懂 但至少玩剑魔我是比较懂 像这种情况就不要主动去打团 当你有TP 如果你也是那种 对吧 带传送的剑魔的话 你也是这种带传送的剑魔的话 你就不用太着急 去正面打团 我们可以在有传送的情况下 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边线先带团 带够了再去 就不要靠队友打架就去 有的时候队友打了架 你要看你去了 能不能拿到很多东西 因为这游戏它是个推塔游戏 本子是要推塔 如果你能在边线 把塔推掉的话就不要推大头 因为没有出冰刀 乌鸦还会减速 其实出冰刀也行 看个人习惯 出那个繁星的话 它伤害会很爆炸 它直接是35的穿透 它是5% 35 那个伤害跟之前的神话版本有点像 但它就是没有冰刀的减速 这一点就有点不太行吧 钱刚好够 我们回去了 把这买出来 现在44的固穿 35的 百分比穿透 再配上我们的绝对专注夹 那个破罗 破罗没叠满 优势局的话 破罗就很难 维鲁斯一个温防 没办 弓箭手是这样 比较脆 没什么比较防御 这乌鸦还挺能打的 战斗力好像 快了我队友好像烂 那我来救救你 你真是一等攻城 把他给我自爆 你队友知道你对他们这么好 暴击减治疗比冰刀好用吗 也不是吧 对这个暴击还真挺夸张的 如果暴的话真挺夸张 他可以有半年剑法 跟你们讲话 这个暴击就相当于 如果暴击了就跟你出坟天的效果差不多 平A暴击跟出坟天是一样 一宝三 永恩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吗 你看这乌鸦两刀子 是吧 是不是繁星提醒要夸张一点这个输出 我吵得太暴了 出收集者叠暴击了 那没什么必要的 最后一件主播是推荐 做一些比较实在的 比如说引魔刀15 但如果说你的 拿下去你们 一个Q3差点秒 因为他是35 百分比他都很高 所以这版本为什么ADC强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